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明星们的私生活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其中女明星的真实颜值更是备受瞩目。 然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照片和滤镜下的美女,让人感叹自己的容貌焦虑越来越严重。 然而,最近杨子和林心如的一档综艺节目《我们的美好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女明星的真实颜值和自然状态,治好了我的容貌焦虑。 在这个节目中,杨子和林心如作为嘉宾出现,让观众看到了她们生活中的真实状态,没有了浓妆艳抹和滤镜的修饰。 她们的肌肤状态和自然美貌让人惊叹,杨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但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她更加成熟和稳重的一面,她的肌肤白皙细腻,五官立体精致,让人无法一开视线。 而林心如则展现了她温柔贤惠的一面,她的笑容温暖亲切,让人感到无比舒适。 在这档节目中,杨子和林心如没有过多的妆容和修饰,穿着也十分简单舒适。 她们的穿着打扮不仅展现了她们的个人风格,也符合她们在节目中的角色定位。 杨子的活泼可爱和林心如的温柔贤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除了外表的美丽。 杨子和林心如在节目中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她们在劳动中不矫情不抱怨,积极参与各项任务,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性格和实力。 她们在面对困难时互相扶持,鼓励,让人感受到了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真挚情感。 这档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女明星的真实颜值和自然状态,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美丽的定义。 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完美无瑕,更是内在的品质和自信。 我们应该欣赏美丽,但也不应该被外表所束缚,更不应该陷入容貌焦虑之中。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明星们的作品和实力,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外表。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不同类型的美,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 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不要过分追求完美,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独立。 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发现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完美无瑕,更是内在的品质和自信。 女明星们在镜头前展现出来的自信和独立,以及她们在生活中的点滴表现,都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内在美。 这种美不仅仅是外表的美丽,更是内心的美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追求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欣赏不同类型的美。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明星们的作品和实力,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外表。 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都是值得欣赏的。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不同类型的美,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 最后,我们也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之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应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不要过分追求完美,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独立。 总之,我们都美好生活这档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女明星的真实颜值和自然状态, 也让我们重新损失了自己对美丽的定义和对明星的关注点。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明星们的作品和实力, 同时也应该学会欣赏自己和他人的内在美和外在美。 奇迹 奇迪商 奇迷